大家好,欢迎收看星哥砍车 很多朋友逛车展的时候都看到过类似这样的一套展具 就像把一辆车扒了皮儿给你看内部的结构一样 花花绿绿的很是过瘾 但却并不十分了解这不同的颜色代表什么不同的意思 更是对有些车身构件奇怪的设计形状感到费解 今天咱就借着广汽丰田的这套展具为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说来也简单,这不同的颜色就是代表不同的车身构件 所应用的钢材标号是不一样的 那么对人类来说,杀钢材都是足够的结硬 都打不动,对吧?但是对车就不一样了 对于碰撞安全来说,不同标号的钢材 那个强度可真是天差地远了 就像在这套展具里,所有标红色的钢材都是超高强度钢 就像这根前碰撞钢梁一样 达到了1180兆帕的一个非常强的强度 因为它面对的是正面而来的迎面碰撞 它是第一关的,它必须足够的强硬,对不对? 那么这个蓝色的你看,一下就掉到了270兆帕了 非常弱机的程度,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蓝色的构件只是一个连接件 它起到固定一些车身领件的作用 并不承担碰撞时候的立的传导 所以它用比较弱的钢材就完全可以满足了 避震塔顶这块黄色是440兆帕 下面这个三角连接件再稍强一点达到590兆帕 说明它们在结构中的重要性也是相对重要的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黄色的部件和红色的不一样 红色的部件的外形都比较平直 好像看起来就很硬 而黄色的部件却有很多这样的小凸起 小褶皱,还有打的孔 那为什么呢? 因为力的传导不能够一味的讲究强硬 如果车设计的太硬的话 撞击起来车没事人就震死了 所以在力的传导过程中 就设计了这很多的凹槽小孔 让它在比较大的碰撞中 能够一级一级的压缩变形溃缩 在压缩溃缩变形的过程中 不断的一步一步的吸收碰撞的能量 最终传导到成员舱 这个碰撞的能量就小得多了 那么成员舱的兼顾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这个A柱 以及向后延伸过来的这一长条 还有这个竖着的B柱 以及下边门卡这一部分 都是用的超高强度杠 这个黄色的一部分呢 是为了有侧面碰撞的一点缓冲度 用的这个中等强度的 车身内部的底盘部分 你看这个防火墙下面这个横梁啊 车身的两侧的这个重量 用的都是超高强度杠 这个圆洞是方向盘下面那个转向柱 是从这个圆洞伸出去的啊 那么至于承担这个坐人 这个基本功能的底板 用的就是黄色的缸 就足够了啊 可以看得出来 所有用红色的部分 都是受力的部分 你看A柱 它就直接承担这个纵向的力 而B柱呢 又承担侧面碰撞的这个力的穿道 所以这个叫什么呢 叫龙式车身吧 大概意思就是哎用不同强度的钢 有的部分就要特别的硬 特别的耐撞 而有的部分呢 像黄色的啊 就要既有硬度又有韧性 还能够一级一级的压缩变形 来缓冲 把这个一次猛烈的碰撞 通过不同的一次次的变形 溃缩 分解成几次啊 比较弱的碰撞 这样呢才能保证车内成员的安全 那有人说了 蓝色的部分是最弱的 那你看这个灰白色的部分 这就是刚喷上这个防锈漆的颜色 它是什么强度啊 这种钢啊 那就是最弱的强度了 比蓝色那个还弱 只是承担一个结构的造型而已 所以看得出来啊 车尾的安全程度啊 显然是不如车头的 那么 好